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 在耶稣基督的升天之后 耶稣差遣他的门徒来将福音传到地级 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谈到的是 有一位教会历史上的在使徒行传中间的第一位殉道是斯蒂凡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经文我很喜欢 我想这是许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 右边这个是和和本的翻译 它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然后左边是环球译本的翻译 我们知道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永恒计划蒙召的人 神在一切事情上都帮助他们 使他们得益 为什么要用这段经文开始 我觉得今天我们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间 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 斯蒂凡流血 殉道 很多人就觉得 福音不是好消息吗 福音不是让人很高兴很欢喜迎接 因为生命中得到更新跟改变吗 为什么会有阴暗的势力来阻止福音的传扬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死的 我们的主是应该说我们的主曾经死过 对吧 他今天是高坐在至高的宝座上 所以他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不是被地上的人高举呢 他是不是受到许多的欢迎呢 所以我们的主餐都纪念主耶稣的死 也执政到他来 所以当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生命中 不论是各圣徒的生活中间 还是我们的教会都会遇到挑战 在福音传开的地方 一定会遇到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一段 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 今天是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 我们借着福音的传播 来看圣灵在教会历史 在教会中间是怎么做事的 然后借着圣灵的做事 我们也看到神的道是怎样 继续在这个世代来传扬的 我先读一下开始的这段经文 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一到八节 即至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尖里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当教会的受到迫害的时候 除了使徒之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所以你看到说 教会首先他遭遇的逼迫 是由斯提反训道所带来的 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扫罗 我们知道这种使徒行传后面会发现 扫罗将会成为一个 从迫害教会的人进入什么 被神改变呼召 然后去传道的人 这里又提到腓利 也就是七位执事之一 最早耶路撒冷的七位执事 斯提反是一位 然后还有一位是腓利 腓利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传讲基督 那谈到撒玛利亚 这个是很多人对这一段经文就觉得 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过渡 但是这个过渡是非常重要的过渡 为什么 因为在圣经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间 一共五次提到撒玛利亚 但是我们先看第一次提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 也就是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 要去走十字架的道路 在这路加是很特别的 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 路加的第九章到第十九章 都是走向耶路撒冷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第一次碰到的 这里提到的一个就是 第一次提到撒玛利亚 就是什么 就是 有 他的 耶稣的门徒 而且耶稣我们知道说 他是特意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结果呢 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 为他预备 结果撒玛利亚的人却不接待他 所以这里就会知道 福音从犹太全地 他到撒玛利亚 是有一个很大的墙 这个墙是好像一个拦阻 这个拦阻是什么 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 就好像我知道很多的中国人对这个 或者是韩国人对什么 日本民族 这个民族之间的 因为历史上二战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撒玛利亚呢 他很特别的 就是他们不接待耶稣是情有可原 但是耶稣的门徒呢 很憤怒 耶稣说 门徒就说什么 主啊 天上来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 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他说你们的心 你们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而是要救人的性命 所以后面整个圣经还提到还有四次 今天呢是最后一次 今天是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但在中间还有三次 这三次是简单go through一下 就是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 其中什么 九个是犹太人 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而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回来感谢耶稣 还有一次呢 是大家很有名的撒玛利亚妇人 在那个井边与耶稣相遇 然后第四次呢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你会注意到撒玛利亚人在福音处中间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就是耶稣特意要树立一个榜样式 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 但是耶稣却说他们却中间有相信 而且有做的比犹太人还好的地方 所以你看 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有这种问题 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是犹太民族的近亲 为什么称他为近亲 就是他是北国以色列先亡国之后 然后呢许多的人就是亚述人 搬进北国以色列的地方 也就是当后来的犹太人就跟亚述人 北国以色列的犹太人跟亚述人 通婚所带来的子孙后代 这是一个对在群种的犹太人中间来看他们的时候 不仅仅是血盐已经混杂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拜偶像的 他们是既敬拜耶和华神 又敬拜其他亚述所带来的偶像 所以在这个猎王记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 就是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 这一群撒玛利亚人的情况 他们是什么 你注意到说各族之人在自己所住的城里 为自己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秋坛的殿中 这些人再讲一遍 这些人是敬拜耶和华神的 敬拜耶和华神的人还要去做什么神像 去秋坛里面放在秋坛的殿里 所以他们去两个殿 他们惧怕耶和华 圣经上说他们惧怕耶和华 但是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也就是说他们的血缘中间的 另外一个外邦的风俗 他们就什么 也带入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过程中间 然后最后下面讲说 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 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 他们的问题还更深 他们的问题更深就在敬拜上面 你说敬拜 敬拜就好了 为什么敬拜还有这么多讲究 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不是专讲敬拜 但是我们看他们的败坏 是从敬拜开始的 他们因为不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崇拜 为什么 因为耶路撒冷在南边 然后他们又跟 他们已经灭亡了 他们又跟以色列人交恶 就犹大人交恶 他们是以色列国 所以他们因为不能够到耶路撒冷敬拜 他们就把基列新山为圣山 然后模仿耶路撒冷的圣殿 来建造他们的殿 最终被哈斯摩尼王朝的犹太人所毁 所以当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 与耶稣相遇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祖宗说 我们要在这个山上敬拜 然后你们却说去耶路撒冷敬拜 到底谁是对的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你要在灵与真理里面敬拜神 不是在这个山上 也不是在那个山上 不是简单的 我们诚实 我们这个 所以撒玛利亚的敬拜 有犹太人就已经清楚 他们只相信的是摩西五经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 当今天这段在人看来 是简单的过度的经节的时候 你会看见上帝的手在背后 推动福音的发展 今天我们北堂在这里来开始在传扬福音 你要知道有多少上帝的手在背后推动我们 今天这个阶段在Elx Lodge来聚会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基督徒的人生跟教会历史中间 教会好像总是不是那么受欢迎的 今天在美国有这个教会有这个地位 甚至已经从这个很以前从高的地位上拉下来 实际上是件好事 是件好事 为什么在逼迫中间 教会的福音 纯正的福音会得到扩展 所以我们看到门徒的分散 就带来腓利传讲基督 然后呢 福音呢 就使更多的人可以得救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一个重要的 下面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发生的事情 你说福音 有很多人得救不是好事吗 是啊 但是你会看到 福音进入教会之后 或者福音传到一个 从未有过纯正福音的地方 会带来许多复杂的反应 有一个英文词叫Simony 这里可能不多的人 可能大家知道 这个Simony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来的 Simony就是西门 今天会出现两个西门 一个是萨玛利亚的西门 还有一个什么使徒西门彼得 很可惜的是Simony是一个不好的词 这个英文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买卖 买卖圣职的罪 用钱就好像我们所谓的贪官 用钱去买权 而且是属灵的权柄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故事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很快读一下 有一个名叫西门的人 自称是大能的人物 从前一向在城里行法术 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讶 城里所有人无论尊卑都留意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的那一位 他们留意他 因为他长期用法术使他们惊讶 但是当腓利向他们传神王国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名时 他们就信了腓利 连男带女都受了洗 连西门自己也信了 他受洗之后 一直紧紧跟着腓利 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 就感到很惊讶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位西门 我会问说 这个西门是信而受洗的西门 刚才这段经文的结束告诉我们 那圣经不是说吗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吗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个故事的结局 有两个阵营 我是处于三个阵营吧 应该是两个阵营 一个是西门肯定最后是有问题的 我同意 但是他这个故事结局是一个open end 是一个敞开的结局 就是说西门的得救是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结局 就是最后他讲的在圣经中讲的最后一句话 表明他还未得救 为什么 他是信了 圣经也说他信了 但是圣经也说他受洗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真正的 真正的相信 真正的相信 我想 先给大家熟悉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神爱世人 对吧 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但是下面那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下面那一段 就会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的信心 真的信心 这里提到后面一个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这里谈到光与黑暗 都是指信仰跟道德上的光与黑暗 然后他说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你说这段话好像很简单 是啊 是啊 我们继续看 我们希望能够最后 这句话我想说的强调的是 他这里提到的不是一次来什么 救光 而是一生来救光 再讲一遍 他这里谈到的信 他这里谈到的救光 是谈到一生跟随到底的救光 好我们下来来看 使徒行传接下来 这个时候接下来发生事件很有意思 你看腓利也跟着这一群 汪不郎当 一大群的撒马利亚的人受洗了 成为基督徒 但是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件发生 这个事件就是 耶路撒冷的使徒 听见撒马利亚的居民领受神的话语 就差彼得跟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下到那里就为他们祷告 好让他们领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 任何一个身上 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于是彼得跟约翰在他们身上按手 他们就领受了圣灵 实际上这个就跟西门的问题是有关联的 首先我们看到说 首先我要指出来 这个是使徒时代一个特别的历史的记载 它有广泛的应用 但是它也有独特的地方 在使徒时期之后 我们应该知道说 圣经给我们教会的历史看见 信而受洗大多时候会领受圣灵 但是是有很多的可能 信而受洗的人 如果他的信是虚假的信的时候 是没有领受圣灵的 我们先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在西门这一群受洗的人中间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这些人有没有相信 答案是中间有信的 也有没有相信的 为什么他们都受洗的 因为他们都在表面上表达他们的信心 心里面的相信没有人知道 但是圣灵的这个降临 为什么要借着两位使徒来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跟我们所提到的 今天这段故事的一个历史意义很有关系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阂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 叫心理障碍 或者是民族性的障碍 就是这一群不洁净的 不在耶路撒冷在激烈心上 然后又不相信整本启示的旧约圣经 就是耶稣所读的圣经 只相信摩西五经的人 他们就是一种畸形的存在 就是一种什么近异端的存在 所以他们就很不爽 犹太人就是纯正的犹太人 就是说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 那撒玛利亚人说 你说我们不是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 我们本来就是要跟随我们的祖宗 不是你们的祖宗 所以当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要过 这个关卡是两边的人都要谦卑下来 撒玛利亚人要谦卑下来 要知道什么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而犹太人要谦卑下来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是让救恩临到万民 包括与你作对的撒玛利亚人 包括你不喜欢认为是异端 从很多程度来说 他们是一种异端 是一种畸形 但是呢 他们也蒙神的拯救 所以当使徒奉差遣的时候 他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使徒行传中间 这个福音要打破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隔阂 特别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 打破语言的隔阂后面 所以他这个历史的转折中间 就告诉我们 救恩一定是从犹太人 是从使徒这时候开始的 同时呢 教会需要的不仅仅是 这个受到迫害分散 这是外在的迫害 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 心灵要受到破碎 什么破碎 就是不能用固有的 狭隘的民族观 狭隘的属灵观 去看待许多事情 人都需要救恩 人都需要救恩 哪怕是异端也需要救恩 就好像说 如果你有很强的真理的 这个扎实的根基的话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可以像 但是尽量不要 要受很多的神学训练 很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的 耶和华见证人 摩门教 他们实际上也需要福音 甚至很多的什么统一教啊 他们都是 但是他们被捆绑得很厉害 我们通常不建议弟兄姐妹去做这件事情 教会需要破碎 需要让所有的人能够 很多人以为他信的是真的 但他是假的 同时呢 我们要知道新约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今天说 为什么要在Falster City 要 叫什么 挨家别户的去拜访 我们Falster City 三本特尔这一代 有许多的年轻家庭搬进来 我们的年轻家庭 不是光是在我们已经接触到的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就在我们周围 如果我们不能够 连我们的邻舍 我们都不能够去传福音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说 就像这个大使命所说的 直到全地呢 当然神功就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来做 能同时呢 在这个历史时期 圣灵的印记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今天这个西门 这个买卖圣植的西门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不太清楚一件事情 得救不是根据你的洗礼证书 得救乃是根据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再说一遍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必须重生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中的 断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我们看见西门的问题就来了 这一位 这一位称之为弟兄的人 他看见圣灵因为使徒按手而赐下来 就拿钱给他们 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 好让我在谁身上按手 谁就可以领受圣灵 你知道我很尊敬的一位牧者 他就是他在这段经文中 他就这样说 他说你知道吗 魔鬼要是积极的进入教会 在他的生命 他侍奉在南加州侍奉五十多年 他说他被蒙昭出来传道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他要传福音不积极是给教会外面的人 更重要的还要在教会里面 要有什么 要真理的捍卫 要帮弟兄姐妹 或者是帮普世的大公教会 看到说哪些是假的福音 什么是耶稣所传的福音 什么是使徒所传的福音 我想这是一个 我称他为英文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 我今天很少听到华人的讲台 会帮助弟兄姐妹 有属灵的分辨力 魔鬼是积极进入教会的 这个张西平牧师 他们的这个华讯翻译的一本书 叫Charismatic Chaos 他们很喜欢 我觉得张牧师很温柔的 把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正式灵恩 但是我很 我觉得更好的 应该是原来那个词叫什么 灵恩乱象 我只是很快的勾诉一下 因为我今天不是专门理他为主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这种舌音式的方言 这种利用圣灵的作为 实际上是一种很明显的 不是来自圣灵的 它是有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象 但是没有圣经的印证 而且从他这本书写成 一九七几年到现在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问题 承诺基督信仰带来的健康财富 跟美好人生 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有思考的 看重信仰的真实真信心的人 都要小心的 这不是圣灵的本意 然后他在这本书中也引诱了一种 我昨天星期五的时候 我在预备站经文的时候 正好想到一位弟兄 然后他离开我们教会去 他不是离开 他就是有时候去别的教会 然后就跟他谈 我一谈我说你还在那个教会吗 他说对啊 我说他们有医治大会吗 他说经常有 我就说哎呀 你要真的 我帮你祷告 我们下周再见个面谈一谈 他说在这个教度 我称他为叫医治的闹剧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上帝的作为是 是可以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谁不是是什么 圣灵是可以被利用的吗 当西门彼得说 当西门对西门彼得说 对彼得说什么 你把这个权柄交给我 让我按手有圣灵给我的时候 他就强调圣灵是能力 是可以被他操控的 而不是强调圣灵是主 这才是问题 这是根本的问题 就是圣灵是主 是神 三位一体的那一位 他不是你可以利用的能力 今天很多诗歌都往这个方面偏 偏什么 圣灵的江河啊 这些都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 没有圣经的依据 圣灵是主 他不是被你利用的 他若是主 你必须要顺服而不是去利用他 所以他说这种医治 实际上是受到很多历史上异端的影响 包括极端的影响 什么 天主教会也有 这个当新教改教的时候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 就是这么多的虔诚的 在两边不是不虔诚的 德国德意志的选帝侯 王子们 他们花了很多的钱 有些是真正敬钱的人 他们花了很多钱 和财富跟精力建造圣物的 什么博物馆 什么 彼得的骨头 十字架的碎片 甚至某玛利亚乳汁的小玻璃瓶 为什么 你看到这些你有医治的果效 今天你觉得是天方夜谈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欧洲的教堂的时候 那些天主教堂 他还是有存在那的 还是教会的教导 这简直很可惜 我就说我称他为今天 而且就是说 这是福音派的教会吗 不是啊 不应当是福音派 这不是福音 这是我称他为房间里的大象 房间里的大象 这种闹剧 你知道这本书 Healing a doctor in search of miracles 有当世俗的人 也要去找 这是真的还假的 我对大家去读 他就谈到说 这些人就是排 这些就是特会 医治特会 排着大长队 然后呢 还是用圣诗 这些东西都是 你知道 他们都是用基督教的东西 但是呢 他就去跟这个 医治的库尔曼小姐谈一谈 结果后来他就去查 发现说 这些都是 他的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短暂的 好像的痊愈 但是后来又继续的 他身体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 所以这位医生 这位是一个非基督徒 他说 我想他有多少次 真正的去关心这些人呢 还是真诚的为他们被治好 感到高兴 因为这个被治好本身都是打引号的 然后呢 经常这位医治的人说 不是我医治人 是圣灵借着我医治 他之所以不断重复这句话 这是非基督徒的观察 我猜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如果病人不见好 那么要怪就怪圣灵 别怪医治的人 也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 不是我医治了 所以我医治不好 不是我的问题 第二 对于医治是怎么一回事 连最起码的观念都没有 一旦把责任全交给圣灵 如果有人医治他的能 医治能力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不知道 使徒彼得 纯正的教会该怎么回应 很简单啊 使徒彼得的回应就在这里啊 彼得有啥说 你和你的银子 你和你的这种奇怪的乱象 一起灭亡 因为你以为神赐的圣灵 是可以用钱买的 这是绝对没你的份 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 我觉得灵恩乱象就是心术不正 因此你要悔改 离弃这罪恶也要祈求主 或许你心里的意念 可以得到赦免 因为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不亦捆绑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彼得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大家觉得很简单 但是有一段我很欣赏的 就是22节的结束 他这里说什么 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 他有没有说你一定就什么 就被赦免 彼得说有没有说 没有 因为他知道 这个人好像已经悔改过的人 他真正需要的是更深的悔改 他说也要祈求主 或许你心里的意念 可以得到赦免 为什么彼得不敢说 或者不愿意说 你就会得到赦免 彼得是使徒 使徒的权柄 比今天所有的最有名的传导人 灵恩派最大的传导人 都要大得多得多 为什么彼得却不愿意 讲这些比他差这么多的传导人 敢讲的话 彼得说什么 或许你心里的意念 可以得到赦免 因为彼得知道 一旦一个人 有虚假的相信了之后 他那个里面的灵的悔改的难度 就达上了许多 他以为他悔改了 所以彼得说 我不能向神说 你可以得到赦免 他说神真正的来赦免 你需要的是真正的赦免 是来自神的 不是来自使徒彼得的赦免 所以他说 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 被不义困绑 这是基督徒 或者是正统教会 纯正教会必须的回应 纯正教会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来敬拜神 不是利用神 我们如果随着肉体而活 你们必定死 教会不能够随从肉体来迎合肉体的需要 教会不做 要帮助弟兄姐妹 借着肉体的需要引导他向神 但是必须要靠继续做的事情是什么 依靠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 这个是指灵性上的身体的恶行 不仅仅是身体的恶行 不仅仅是physical的恶行 是不属神的那一位 我们才必活着 好我们接下来很快 归信 我很喜欢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去读 这本书是免费的 你去查归信 这是酒标杆的一个网站的 它有很多中文的书籍 是为了传福音 特别是简体正体都有 在1892年 美国的有一个很有名的 右上角的一个标志 叫Marshall & Field 它开业 它在芝加哥 很大的department store 它是department store的这个创办人 这是他的Marshall Field 他就会去这个商场里巡视 他有一天早上 看见一个经理在跟一个顾客争吵 他手下的经理跟顾客争吵 他说你在这干什么 经理说我在处理顾客的投诉 我在这个handle一个customer complaint Marshall这个Field就大声说 No 你不是在处理投诉 照他说的做 从此之后 不是从此之后 应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就是不是转折点 是一个代表性的标志 就是什么 在美国的自由经济市场中间 这一位是最早意识到 顾客就是上帝的人 顾客就是上帝 教会可以这样做吗 教会最大的顾客是谁 不是不是有限的人吗 那是主吗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 有一个很挑战的 就是消费者为导向 从商业领域拓展到宗教领域 人们对得救赦免的问题 变得不是特别上心 而是关心幸福 人生目标 标干人生 满足 借隐 令人满意的性生活 这才是教会 关注人的切身需要来回应 你不需要改变福音的内容 但是福音需要包装 包装就是福音带来满足 带来自由 赦免虽然有 但是不重要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 我不清楚 但是今天在美国是相当有效 这样的教会有许多的奉献 这样的教会有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 有许多的中年老年人也很喜欢 所以这本书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总结 它说教会中充满了那些 从无目的 或者是什么 有些痛苦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的人 只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否从神的审判中得到了拯救 所以这本书 它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它说福音不是使是神爱你 耶稣给你生活目标那么简单 而且甚至福音没有承诺 你相信之后就会婚姻幸福 事业成功或子女成才 这些东西会有些帮助 我们一定要说会有帮助 但是不保证 福音的核心是什么 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主餐所讲的 耶稣代替罪人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平息了神的愤怒 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今天我们敬拜的最大的对象 或者最重要的顾客 是上帝 再讲一遍 顾客是上帝 我们的顾客乃是上帝 不是弟兄姐妹而已 如果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的敬拜 像北国那样的敬拜的话 北国的敬拜的人数多得不得了 北国有十个支牌 南国只有两个支牌 敬拜的人数跟敬拜讨不讨神喜悦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宣扬福音 不能够说福音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切身需要 而要强调福音的核心内容 我们要传扬一个合乎圣经的福音 今天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你可以去很多的这种教会去查他的讲道的题目 我就查了过去这两个月的 有一个网上很有名的年轻牧者 是台湾的 这个讲道题目 他不会说他是 他说什么 梦想者的不平凡人生 原来这是你的感受 找到信实的自己 逆转效应 加指你的未来 你怎能这样对我 你的决定 逆转人生轨迹 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为了 单单为了一致吗 是单单为了梦想吗 是单单为了我的感受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还是为了找到自己 为了有逆转效应 为了加指我的未来 我的决定和人生轨迹 这是福音吗 这是福音吗 所以我们看 我很喜欢中国一个故事叫夜宫浩龙 大家都知道夜宫浩龙 对不对 夜宫浩龙知道 很喜欢龙 对不对 到处都有龙 身上也有龙 他喜欢那个龙为他所用 但是真龙来的呢 怎么样 这位夜宫怎么样 他比所有人都怕 圣灵的作为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的人 把圣灵当成利用 但是真的圣灵来了 他受得起吗 他能悔改吗 我不觉得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望他能悔改 所以二十四节 我觉得是一个open end 二十四节说 请你们为我祈求主 你看他自己跟神没有关系 你们为我祈求主 这个主是他利用的 圣灵是他利用的 使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 临到我身上 你看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 临到我身上 他的内心深处还是 不知道他的相信 是什么样的相信 他根本没有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谈到说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中间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圣灵的真实是可以见到的 圣灵但是这个圣灵的真实 会诱使许多没有真信的人 可慕权柄 可慕错误的可慕权柄 然后比这个西门的贿赂 利益的交换 这个老我教会中间有一个 我称他为前一阵子 Table Talk的一个题目 他说The Church Militant and Triumphant 教会中间一直是有征战的 内部有征战 外面有征战 然后教会又是得胜的 教会必须是要跟老我 败坏的本性作战 跟魔鬼的诱惑作战 彼得说什么 去地狱 你知道彼得的希腊文是讲什么 你去地狱 我想彼得在讲的时候 心里不是光是 他不是一种憎恨 他是一种惋惜 也是一种立场的表达 就好像 大家都知道 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生命中有没有被人说过 一个很重的话 有没有 是他最爱的老师说的 他最爱老师怎么说他 等一下 在他说他之前 先说了一句话 西门彼得 对吧 当他说彼得你是永生生的儿子 他说西门彼得 这话不是什么 你自己发现的 那是圣灵感动你的 后面紧接着当彼得拦阻说 耶稣啊 这个十字架子 不要走了 我们一起在这里 多好 耶稣说撒旦 所以我今天选择第一首诗歌 万福恩缘的时候 你知道好的诗歌 他一定会强调 一定会提出一件事 我们心中 一定要知道 世界 魔鬼 还有老我是 抵挡 我们需要与他争战 讲台应当是什么 福音与这些世界魔鬼跟老我征战 彼得说你去地狱 但是彼得又说 你要什么 悔改 他说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门 两个西门 彼得真的是不留情面 但是彼得也告诉他 是有得救的 可以得救 因为你只要真的悔改 所以今天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我觉得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从摩托角来说 跟福音传到犹太全地 跟这个 这个 耶路撒冷很像 都是全能的上帝 去什么 拆派人 神拆派耶稣基督来到犹大 来到他所爱的百姓中间 耶稣拆派他的门徒 传到 到撒玛利亚 他都是呼召罪人悔改 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一人 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悔改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悔改 不需要再继续悔改 你不用来我找我 你不需要 我不需要招一次悔改的人 这样人很多 门徒到撒玛利亚时候 仍然传的是基督 他们传的是什么 是真正的敬拜 必须在真理圣灵中间 然后都是啊 犹太人没有偶像 有偶像 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偶像 有偶像 中国人有没有偶像 有偶像 都是要信靠神的大能 除去邪灵的捆绑 然后呢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 圣灵的印证才是最重要的 圣灵的印证不是利用圣灵 不是把圣灵来当成你的得意的途径 最后就是神在福音上掌权 哪怕用什么 用人看来很糟糕的方式 神为什么许可西门 撒玛利亚的西门受洗 因为神要让这个撒玛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 开始分辨真福音跟假福音 让撒玛利亚的弟兄姐妹分辨真得救跟假得救 然后呢福音使人分生死 这个生死是在上帝面前的生死 不是真正的所谓的 所以是灵性的生死 福音使人 神使人信服福音 不是传道人 传道人只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 最后我想用这句话作为总结 就是跟我们第一句 罗马书的经文作为总结 这是Steven Charnock讲 他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 哪怕教会遇到的挑战 弟兄姐妹遇到的难处 甚至是恶的 即使是恶也能给教会带来益处 当撒旦和恶人密谋败坏上帝的百姓时 主凭着他的旨意和能力 将恶置于他的怜悯和主权之下 并扭转他们的邪恶计划 用来提升跟丰富他的教会 人想要毁灭 神却用什么 人的罪跟败坏来荣耀自己 当我们今天在路上 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没有许可一样东西 不领导我们是有他的美意的 只要我们坚守在纯正 合乎上帝的信仰中间与他同行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主你说你 凡是你所呼召的 你所拯救的 没有一个失落 主也说凡是你的羊就听你的话 当我们今天来按照的心意来思考 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福音是何等奇妙的大能 这是何等的好消息 然而主我们也求主你来兼顾我们 因为我们也遇到许多已经得救 但是却没有真信心的人 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要做像神那样的事 可以说你得救或不得救 我们还是要说 我们要怀着敬虔的心 正如彼得所说的 不断悔改 按照正义来了解你的道 并且来跟随你 我们生命的顺服 不是来利用圣灵 乃是顺服圣灵 帮助我们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按照正义来传扬福音 主我们也求主 祢来祝福我们北唐继续的扩展 不是我们扩展 乃是福音 纯正的福音 能够传入人心 改变人的生命 谢谢主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